各位领导 各位评审 老师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朗诵的是 诗意中国 作者欧振 其实 从屋檐底下的一颗水珠里 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那是由屋顶上的鸡血 融化而成的水珠 当你伸出手掌 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扎动 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于是你听到风的歌声慢慢暖了 于是你看到地的画阜 渐渐绿了 于是 柳丝在舞 燕子在飞 于是 桃花红了 杏花白了 油菜花晃了 于是 叉子烟红 柳光溢彩 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 其实 从老冻着脸上的一颗汉珠里 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 因为 无数颗汉珠 一旦多撒 就会生根 发芽 就会到花飘香 卖浪滚滚 就会有 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 就会有 果实累累的 大厦天堂 其实 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 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 它是自信的 绽放着人生的好脉 每天 太阳照常升起 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 是笑容里的灿烂 是怒放中的青春 是工厂熊熊的炉火 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其实 中国的诗意 无处不在 它 折叶在西湖王谊 阳流阴阴的风亚里 它 呈现在 挥毫泼墨笔 走龙蛇的宣纸上 它 祈福在高山流水 响恶行云的旋律中 它 奔横在大风启溪 千古风流的故事里 其实 中国的诗意 无时不在 它 融化在风清日朗 浮荣出水的 意境里 它 渗透在 万山 红遍城里 浸然的秋色里 它 浪漫在 花豪月圆 敏安国态的 祥瑞中 它 辉煌在 江山景秀 分外 妖娱的 壮眉中 其实 从你回国的 那个眼神里 我就感受到了 中国的诗意 因为 从你的眼里 我读到了 优雅的既持 读到了 幸福的光芒 我看见 你的眼里 正在大不留心地 走着一个 气欲 暄昂的 中国 谢谢大家 谢谢 二号 我请 三号 四号 四号